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最近就几天的天气形态 其实蛮类似的 都是比较高温也热 而且中南部山区是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的 像是今天就是如此 我们来看今天哪些地方降雨比较多 来看到就是最南端 尤其是在高雄红色色块的山区的部分 今天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就是比较旺盛了 另外还有最南端的屏东地区 也是午后雨比较多 而在中部山区有一些些 还有在沿海部分 这个主要是因为清晨有海陆风交替的关系 所以清晨的时候有一些降雨 而明天哪些地方还会下雨呢 我们就来看到明天的定量降水除的分布了 主要你看明天下雨的地方 都集中在各地的山区 特别是红色色块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 相对来讲午后热对流发展是会比较旺盛的 降雨几率跟北部山区比起来是比较高的 所以山区的朋友您要注意 另外还有在花莲台东和南部地区 主要因为水气比较多 可能降雨部分不只局限在午后 白天也有可能下雨 但是有朋友要问了 为什么这几天雨全部都是下在南部呢 我们就透过卫星云图来告诉你了 来看看其实台湾的南边水气都比较多 因为现在是处在一个大低压带 特别你看到了台湾的东方这里 还有一团云层今天甚至还变成了热带性低气 但是不用担心它不会发展成台风 因为现在环境不太利于它发展 只是也因为这样南边水气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南部还有花东地区就是荣誉下雨的天气了 另外要提醒如果你这几天要去日本的话 注意了因为这个南卡台风啊 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是礼拜四之后呢 就会往日本的方向来前进 预计可能会影响到礼拜六了 如果你有出国的计划的话 尤其是日本我们就要注意了 所以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形态 都是比较类似的午后雷震雨 但是到了周末之后啊 由于南边的水气飘上来 所以容易会有大雨发生 继续带各位来关心的是 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部地区 明天降雨几率是比较低的 最高温34度 而中部地区我们就要注意了 尤其是在山区容易下雨 而来台湾呢 可能水气比较多 白天也会有短暂降雨出现 而花东地区啊 就是花莲台东容易下雨了 但是紫外界势比较高 而外岛地区同样要提醒 海边的浪是会比较高的 明天各地高温元热 南部山区就要注意 午后雷震雨了 VPNVPNVPN热 3 5 2 1 1 3 1 5